我的天哪 和手指差不多大的望远镜 你们见过吗 别看个头虽然小 却能看20公里远 这个是大小和硬币差不多的音响 只要用蓝牙连接上手机 就能播放音乐 声音和大音响一样好 还没有电池大的微型手电筒 只要装上三颗钮扣电池 就能照亮一大片地方 哇 这些东西也太小了吧 而且东南都还那么强 是不是真的呀 下来下来 东西都买回来了 姐妹们 你们看 这三个东西加起来还没有手机蛋呢 太小了 你们觉得这三个东西会好用吗 觉得会好用的 打一 觉得不会好用的 打二 觉得有的好用 有的不会好用的 打三 现在我们现在看这个迷你望远镜 据说它能看25米元 我是不信的 我们先在房间里试一下 我写两个小字 先不给你们看 现在我帮我放眼一点看看是什么 现在这个纸我已经切在墙上了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 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的 看不清上面是什么字 来 我们拿望远镜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这样直接放上它 还是看的不太清楚 如果看不清的话 它这个地方拧开 它是可以踩着距离的 我们来调节一下这个距离 看到了吗 现在就能看清楚了 点赞加关注 肉眼看到的比你们在镜头里面看到的还要清晰一些 看来这个在房间里看还是能看清楚的 但是看更远的地方呢 我们拿到阳台上去看看啊 现在我们肉眼看到的是这样的 前面有一栋房子 是看不清楚的 这个地方也有一栋房子 稍微清楚一点 我们就外面看一下啊 现在看到你好模糊呀 我们扯着一下距离 扯着距离也不行 还是模糊的 看下这个镜面呢 这个镜的看起来就是这样的 肉眼看到的是这样的 还可以 看来看太远都是不行的 在房间里看东西还是可以的 比如你可以用它来找一找 看看房间里有没有蚊子呀 蚂蚁什么的 现在来说一下这个硬币带来的蓝牙印象 这也太小了 它在上面揪着一个电源键 它是引进手机蓝牙用的 我们先连接一下啊 长按电源键三秒 然后点击蓝牙 然后进行的蓝牙设置 现在这种 这样就蓝牙成功了 我们光了音乐听一下啊 真的可以 我们把声音调到最大看一样 这个听着音乐感觉一般 毕竟太小了嘛 声音乐话和手机播放的声音 其实差不多的 但是它还有拍照和电话的功能 这就一点离谱了 给你们演示一下啊 来我们也能拍个照啊 看到了吗 再来试一下电话功能 当别人打电话进来的时候 你只需要按钮这个按钮 就能接清了 讲话之后直接挂断也就可以了 你们看现在我的手艺是不在身边的 你们打电话进来了 按一下就已经连接了 听到了吗 再按一下 发弹了 我和这金电话的时候 好有回音耶 另外一个 微型手电筒 你们看 小的可怜啊 感觉我的小拇指大了 它的头部只有一颗灯灯 这只能发出微光吧 装电池试一下 哇 真的亮了 你们看呀 照在手上感觉还挺亮的耶 它这样一拧就关了 开放是这样控制的 关两灯看看 哇 还挺亮的呀 能照亮一整面墙 哇 我感觉这个小东西还可以 虽然没有特别的亮 但在比较小的角落找东西 应该会晕得到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别不喜欢点赞关注哟 拜拜